今年一度的台美传统州 大洛杉矶台湾会馆 特别举办了园优会活动 热情的声传台美文化之外 活动也提前恭贺 台湾的新任总统蔡英文 520就职顺利 全场喜气洋洋 热情展现台湾美食 从臭豆腐烤香肠到炸鸡 全是红遍台湾各地的知名小吃 这就是2016年的台美传统州 全场美食处处飘香 不只让民众一个接着一个热情购买 不少华裔民选官员更是主动出击 大战活动圆满成功 我希望大家一个很幸福 台湾美国家的新任总统 我很幸运地在这里 我是总统蔡英文 我快要喝了我的糖果汁 我们祝福台湾美国家的成功 获得从联邦到地方多位民选官员的肯定 热情颁发荣誉状表扬 基金会董事长黄文谷表达感激之情外 也不忘提前恭贺台湾新任总统蔡英文 520顺利就职 面对新一轮外交关系 更走稳台湾自己的路 其实我们台湾人本身要有自己的共识 我们能够凝聚一个共识 那大家可以一起团结 强调不论政党如何轮替台湾最美的风景 就是人情味 因此在美国出生的台湾子弟 都应该以台美人为荣 持续传承优美的台美文化 更多台美传统桌活动资讯 欢迎上大洛杉矶台湾会馆官网查询 东新闻李宗瑶 叶洪志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导